謝謝這個媒體幫我證實 對 就是有牛鬼舌聲 這個事情有牛鬼舌聲 關乎幾月幾號幾點幾分說嗎 那要回頭去問口述者是哪一天嗎 那我覺得這個都 無盡事 日為末節 我也請黃建廷 你不要搬出上帝 那時候搬出上帝 你要比誰信仰比較深層嗎 我也是基督徒 對不對 你不要搬出上帝 掩蓋你的行為 行詭詐的必不得住在我家裡 說謊話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 你去翻一下聖經 就是說你不要搬祈禱文來 它重點不在於你祈禱的時候 抓著他的手說了什麼 而是說你說這個 算是迷魂湯 迷魂藥 你是為了掩飾什麼 你給他用這個信仰來欺騙他 你的行為你講 我再講一個 我給你對 我們一個個來對質 請問你林明貞補選的那個時候 我說你從頭到尾 誰打電話給郭台銘 那個整個過程我都很清楚 這些細節一件一件事情 我人事實地物都頒給你 你如果找我 我回找你 對 我不會回找你 而且下次不要趁我直播的時候 我秒回 但是我在那邊直播的時候 你們這些人我跟你講 國民黨要洗刷金光黨的惡名 老國民黨是不是金光黨 那時候還沒有這三個用詞 老國民黨登一關就開始作票了 不是嗎 你這次比作票還要離譜 對不對 你好說我以招公信 我們不能出選是為了什麼 然後我們這個我們要辦徵招 裡面又擺了一個什麼滾動式民調 後來又沒 不知道什麼時候偷偷摸摸做了 怕民進黨灌票 然後什麼都有理由 然後用個史上最新發明 你可以去得今世紀錄了 用灌水的方式 然後做出一個綜合值 然後就告訴人家 你怎麼不說 他的這個民調最後幾天 有沒有超車 其他幾家 最後幾家我一定可以舉例 你為什麼不舉那幾家 他超車的民調 還有一個 前面不是打壓他40天嗎 你現在說得好聽 我們是保護他 你為什麼要保護他 這樣我來看 你就把他壓下來了 你從這個局中局的一個脈絡 脈絡你就這樣 最後你知道為什麼 罵中南部那些牛鬼蛇神 因為郭台銘造勢 這樣造勢的話 民調還是會超車 超車他動手腳很吃力 他們他們中間 又是黃建廷 你有沒有去跟他講 不要辦造勢 不要被辦造勢 跟後來原來 你嫌人家牛鬼蛇神 那他們的說法 又是會說我保護他 因為跟這些人站在一起 那個 你跟這個 牛鬼蛇神站在一起 反而讓你民調這樣 他的這一個脈絡 所以為他好 然後保護他 建議他不要辦造勢 最後 如果那幾天造勢 又被壓下來的話 你說那郭台銘剩下什麼 去每日也是 你們說他這個長板 叫他去一下 拼了老命回來了 前面又被壓制四十天 連道歉都不行 後面連個造勢都被 又要被壓制 那你說這個東西 不是壓制他 不是幫侯友宜良生打造 你騙鬼 我跟你講 搬出阿拉一樣 事實勝於雄辯 光姐我請教你三個問題 我剛才聽懂了 其實黃建廷是利用郭台銘 對他的信任 讓他什麼都不要做 你就歲月盡好 一路輸到底 那就沒事了 就做出來了 對 但是現在就是說 第一個講牛鬼蛇神 現在講的是 確實有這句話 那東扯西扯又講 不是他講的 這些被講成 牛鬼蛇神的人 像周典論 謝典林 地方的一些 張榮衛 延期票 這一群人 難道不會向郭台銘查證說 牛鬼蛇神是在講我們 第一個有沒有查證 就你了解 不知道我們就不知道 第一天 郭應該不只我這管道 你看那個聯合報 還有其他報都有登 當事人一定 他有跟他講 當事人去查證 周典論就告訴陳奕珍 他說朱立倫說的是牛鬼蛇神 說我們是牛鬼蛇神 你去查證 因為暗中出貢 他沒有在打仗的時候 沒有像我們現在 這幾天在對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 聽到這句話很生氣 他曾經跟周典論講 他周典論去跟別人 說我們是牛鬼蛇神 那個時候就是暗中出貢 那時候就是確實是有講 而且郭 他們腦海裡面想說 我那幾天到底見了誰 誰是牛鬼蛇神 他左想右想 就是說顏青彪 張榮衛 還有一個謝典林 還有一個就是周典論 那個韓國瑜那些 你看看朱立倫 你真的很厲害 你看人家就全部都倒進來了 所以光姐我要問你的問題是 你的採訪對象就是郭台銘 你的消息來源是郭台銘 你剛才已經講了 不只啦 還有很多周邊的 當然他是最核心的 你不採訪他你想進郭 你的傳述 你的採訪 呈現出郭台銘 就被耍了 那他被耍了 他這件事情 他就吞進去了 算了 還是你認為這件事情 後面還會發酵 我跟你講 第一時間他很乖 就是發了一個退選聲明 我先藏在中華民國 可是他後來發酵了 發酵就別人跟他講了 那我們也是後面幾天發酵的 就是說看到那個 整個原來黑箱是沒有 你知道他跟我們上節目 做字卡一樣 他所有的結論都只有做字卡 你們沒有接到那個 他傳給我們媒體人的嗎 你說是 只有字卡 他沒有過程怎麼做 也沒有對象 也沒有方法論 也沒有這個設計 因為我就在想 侯友宜22個立委或立委的提名人 說支持他 郭台銘13個 那可是 對啊 剛剛委員講 那到底是講電話的那一個人 說數字可以亂選 我可以喬 像我們上節目 如果談到民調 我們還會舉起那一本 你不可能細談 對啊 那個有細節的 目前他就傳給我手機裡面有 傳來這個 這個就是以數字亂填就OK了 他們這個叫做表嘛 所以就是說 當然他後來出國 那這周邊有很多人 會給他各式各樣意見 他第一時間只知道卸票 那我們看到有連結 就是感恩之旅 不知道到底怎麼進行 那可是至於後續的動作 說實在我這幾天 也沒跟他聯絡 沒有那麼積極 我就發那個臉書那幾篇 你如果再點我 你就是打抱不平的那種心態 對 不是 他一個 這樣選舉的一個人 他年紀畢竟比我大 對不對 我們這時候不 不只不打落水溝 你看他這樣的話 有錢人也有權利的 你不要覺得有錢人 就義務當受害者 被你們國民黨這樣霸凌 有錢人他也不可能被這樣耍 對不對 那你知道還有另外一個 朱利仁 你又講過錢光 錢光獨蛋 現在很多中常委 打電話給我 你知道嗎 中常會這次也失能了 誰告訴你可以這樣 誰告訴你可以用哪些方法 誰空白授權給你說 我可以錢光獨棍 獨斷我可以自行裁決 那你這樣國民黨整個總統 你連一個立委都會跟你翻臉 跟你跳腳 你總統這麼大的事情 你一個人決定嗎 旁邊跟一個小跟班黃建廷嗎 你們兩個就在那邊弄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很難 很難遭公信 郭台銘怎麼樣 我覺得四小 他四年前也沒有選到底 對不對 這一次何況呢 對不對 而且歷來我跑政治的結論就是 沒有就是沒有 你再翻幾乎沒有可能 那最保護他 他家人保護他 最希望他有個漂亮的身影 他第一天那個漂亮的身影 但是你不能容許 你們已經金光檔了 你不容許人家看你這些東西 沒有任何情緒 再者他就算了 請問你挺郭的有下來嗎 挺郭的有要強力服選你嗎 你有誠實嗎 你有化解嗎 都沒有 你電話打不進去 包括侯友宜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你時間短 不然侯友宜 就是侯友宜跟他講 沒有 侯友宜在二月的時候 那時候他不是身勢很高的時候嗎 那郭的商人的方式 就希望我們能夠坐下來談 侯友宜給他吃閉門羹 侯友宜給他吃閉門羹 他又輾轉透過侯友宜 因為郭支柱 那個侯友宜三年的癌症研究 跟他哥哥很熟 那是不是能夠透過他哥哥 能夠講就瞭解一下他的動態 因為那個侯是一個藏得很深的人 就那時候給人家吃閉門羹 侯友宜的這個本身 他自己要做這個和解的動作 有沒有做出來 你這個問王瑞德 侯友宜是什麼樣的人 老刑警 不信任人 藏得很深 很少主動去講什麼 都聽你講 然後眼睛進入一個環境 就開始瞄了 看有沒有那個閒雜人等 有沒有有沒有那種臨時的狀況 對不對 這是他的個性 然後他的個性 還有一個就是說 二月的時候 就二月的時候 那時候郭台銘不慎 講了一個說等一個辦法 就汪中集團就進來了 挺後派整個這樣進來 用民調也進來 就開始殺郭了 就那時候郭他是想跟侯友宜取得聯繫 結果侯友宜第一天 我就想明白了 幕僚接的 說要回沒有回 等到第二天 侯友宜三支手機 郭台銘打騙了 其中一支找到他了 他也沒接 後來用簡訊很冷的講一句說 要不要等黨中央決定 就黨中央決定 你想想看 侯友宜是跟郭的交情不一樣 他們都是警察四家 一個警察一個 你問再問問看王瑞德 郭台銘的父親 是不是侯友宜的長官 三次共識 兩個還曾經在八號分機共識 他們是有四交情的 然後再加上那個侯友宜 不是要拚一百一十五萬票嗎 拚連任的時候 在去年早就去過他家了 你知道嗎 最關鍵一句 我覺得後來媒體也踢爆了 就是說 他跟郭講 你如果選我不選 這句話大家都有爆料 你知道手機裡面有東西 你們都不要否認 你有沒有接電話 你幾點幾分有沒有接 你怎麼給人家吃壁門羹的 你多麼冷 冷血 冷酷無情 這樣對待一個習日長官的二代 那他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選我不選 可是後來我看到他就開始在那邊 好做事情 二位中華民國 幹嘛的 就媒體在賭下去 你知道他怎麼回應這句 侯友宜怎麼回應這句 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狀況 你想這就是政治 然後時序一直進到後面 他又去找侯明豐 因為郭台銘曾經資助 他三年的這個癌症研究 侯明豐說等三天 結果後來再去聯絡 那個侯友宜 他自己的弟弟 他還是講同樣的話 就交給黨 你想想看 這中間過去都還沒有廝殺 還沒有真正跟你選 連談都吃壁門羹 然後你說到現在為止 侯友宜他適合作為一個 溝通的管道嗎 我覺得那個是原木求魚